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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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的阳光为大地带来朝气 有一种植物就在香港的盛夏中不断成长 到了每年的10-11月 一朵朵粉红色的花 盛開後慢慢雕謝 雕謝的花不一定要落入泥土之中 它亦可以落入廚房 成為合時的天然食材 每年十月我們走過街市或水果店 都會常見到一種物品 這種就是落神花 很多人會用它做花茶 如果你都喜歡它的味道 千萬不要錯過每年十至十一月的成產期 落神花又叫落神葵 回歸茄 不過我們食用的又是哪部份呢? 不要問我 要問就當然要問有機教育農場的活動導師 Tim Sir Hello Tim Sir 你好 我手上這些就是落神花 樣子就好像平時在街市都會見到 但是看一看 為什麼跟後面的這一棵有些不同 這個會開花的 對 其實落神花就是秋天開花 開花之後 其實這個花繁就會慢慢收縮和凋謝 脫落之後大家留意一下 這棵花呢? 承托著這棵花的花岳或叫花托 就會慢慢成熟發育 成為一個含育質的花岳 就是這些了,就等於這些了 好了,其實果實就是裡面的 果實就是裡面的 這樣 我們就採收這些花岳做食用了 可以沖花茶、做物墊和做果醬都可以 好,還有Tim Sir 我知道你會表演一件事 叫通波仔 就需要這個… 對,其實這個是遮骨 我們可以在這個後面拿著它 帶你一通,這個果實就會退出來 用就用這個 對,這個叫花岳 我們經常說採收落神花、落神葵 其實就是食用它的花岳 你也可以嘗嘗 其實落神花操不操山 它是否喜歡陽光 它喜歡阿越大的天氣 它是一個夏天的作物 大約3、4月播種 5、6月就可以定席在露地 露地要多見些陽光 6、7、8月是它的生長旺盛期 去到8月尾、9月 它就會開落神花 就像阿障所說 開之後就會有很多這些花岳 給我們採收、給我們食用 去到11月、12月 它的生長就會到尾聲 就會慢慢隨著北風起 它就會慢慢凋謝 完成整個生命的歷程 落神花有豐富的營養價值 有維他命A和C 還以認為它微酸、性寒 具有清熱解雪、利尿降壓、養顏消斑 解毒、解酒等等的功效 可以用來用作茶飲 有活血補血、養顏美容的功能 不過身體虛寒的人 就不要喝太多了 落神花除了可以用來做茶飲 酸酸的味道加入甜品之中 應該可以帶來豐富的層次 是 Charles 我拿了新鮮的落神花回來給你 而且已經乾淨了 你會用它來做什麼甜品 我們做一個酸酸甜甜的甜品 做一個落神花吉士忌廉果凍 好,那我們一起看看它需要什麼材料 餅底的材料有消化餅 吉士忌廉材料用 砂糖、吉士粉、淡忌廉、全蛋、蛋黃和鮮奶 落神花果凍的材料有 落神花、清水、砂糖、果凍粉 甜品 我們這次的甜品 首先需要一個餅底 對 用消化餅來做的 沒錯 不如交給我吧 好,但我們要先打碎的,好嗎 好 首先把幾塊的消化餅 有沒有說過份量大約是一杯要多少塊 一杯大約是差不多兩片 好 多少隨自己喜歡 在你打碎這個餅碎的時候 我先煮一煮鮮奶,好嗎 好 煮鮮奶不要太大火 因為鮮奶很容易焦 餅碎有沒有說要打得很碎 這個隨自己喜歡的口感 你喜歡有一顆餅的就不要太碎 好 在我們煮鮮奶的時候 我們先開一個蛋糊 用些砂糖 吉士粉 一隻雞蛋、全蛋 一隻蛋黃 我們先拌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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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鮮奶開始滾了 然後把它加進去蛋糊裡 是 等一下拌勻 這樣加進去 其實熱鮮奶撞進蛋糊裡 不怕蛋糊會變熟了嗎 因為蛋裡有砂糖 還有其他的材料 是 然後呢 我們把它倒進鍋裡 然後慢慢加一加熱 這裡我們要慢慢攪拌 來煮 好 因為它就會很容易焦 我們看到它稠稠的 是 煮回糊狀的狀態 嗯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 加進杯裡 是 是 如果我很喜歡吃這個吉士忌廉 可不可以煮多一點 加多一點 可以的 其實這個吉士忌廉的運用 都很廣泛 嗯 用來做蛋糕 做甜品 是 我們把這個吉士忌廉 平均地加進去 之後呢 是 我們把它放進冰箱 絕對凝固了 我們才加一個果凍在上面 在冰箱的吉士忌廉的時候 我們可以先做一個 樂神花果凍 是 嗯 那我們呢 將部分的樂神花 撕碎 是 我特地留幾粒 就用來裝飾那個 甜品杯的表面 這樣就不撕碎 好 但是呢 我們想煮一煮 它不要生的狀態 我們呢 撕碎了的樂神花 加進去煮 嗯 是 那麼 加上這四粒一起 煮一煮 好 在它煮的時候 嗯 那就麻煩你了 我們可以 將砂糖和果凍粉 拌勻它先 好 砂糖 和果凍粉 嗯 然後呢 就將它拌勻 拌勻它 它沒有那麼多粒粒粒 是這個意思 嗯 明白 我們呢 看到它煮到它 好像紫色 是 那就可以了 好 但是你不怕煮到它會軟了 脆了嗎 我們因為煮的時間這麼短 它不會很軟的 嗯 或者我們要煮到它 成半個小時 它才會軟 或者呢 譬如有些 我們做物墊的時候 嗯 就會加點鹽 拌一下它 它就會容易軟了 這樣煮它一會兒也不會軟的 那這裡我們又要拌勻它 是 攪拌的果凍粉 好嗎 那這個果凍呢 我們不要放進冰箱 要不然呢 它就會凝固了 我們呢 放到它一點暖 就可以加進杯裡了 Charles 是 如果不就是我呢 我就會直接把果凍倒進杯裡 就算了 但是呢 我知道你有一個很浪漫的方法 是嗎 我們呢 剛才不是煮了這個 洛神花的 是 是 可以先加進去 做好裝飾 嗯 然後呢 才放過果凍 那它呢 它呢 還有花就不用太高 是 是 有一點藏在那個 果凍裡面 嗯 嗯 嗯 一個浪漫的甜品 是呀 將它的花收起來 嗯 那要留意這個果凍呢 不要太過熱 不要凍透了 嗯 凍透了它會凝固了 那有沒有說要放多久呢 其實看著那個溫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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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開慢慢再加進去 還要慢慢加 對 因為加太多 它有時候會 留在底裡 哦 是不是差不多了 對 你看到我們一邊的果凍 都凝固了 是 對 那我們呢 分好它才拿去雪 好 好 都差不多了 你看看它的那個 多少平均一點 嗯 好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洛晨花 除了可以用來做花茶之外 大家都可以試下 洛晨花吉士忌廉果凍 來吧 洛晨花有豐富的營養價值 除了可以用來做甜品和泡茶之外 又紅又綠的顏色都很有觀賞價值 想在家種植都可以 至於有什麼秘訣 又請教一下Tim Sir Tim Sir 如果家裏有露台或者天台 就非常適合種植洛晨花 當然 因為洛晨花是需要一個 很陽光的種植環境 嗯 Tim Sir 這些就是洛晨花的種植 是呀 如果我想種植的話 我應該有什麼程序步驟 其實我們需要一個陪苗 預備一個陪苗杯 放好八九成的泥 把三四顆的種子 放在這裡 然後少少泥蓋著它 放在盆苗室那裡 或者是露地也可以的 每天淋水 早晚淋水 大約一個月之後 就變成了一棵這樣的苗了 哦 那一個月之後又要怎樣做呢 一個月之後我們可以選擇 種在露地 或者一些大花盆 種在露台裡面 那怎樣做呢 我示範一次 好了 把這個盆捏一捏 然後把它夾著 倒轉拍拍 整棵描走出來 然後用橙 挖開些泥 放進去 然後撥些泥 這樣就可以了 移了一盆之後 又要每天淋水多少次 是啊 如果是寒天 不下雨 我們每天早晚淋 如果是濕濕的 我們如果露地 幾天淋一次都可以 好了 到最期待的彩花那裡 其實可以彩到多少次花呢 是啊 其實我們踏入八九月 就是花盛開的時間 我們彩完那些花額之後 它其實是不斷生長的 一直彩到十一月 十二月左右 直至這個植物開始丟借 我們就已經完成那個彩收期了 嗯 如果我真的非常喜歡落神花 今年種緣都不夠 明年又想再種 其實需不需要出去再買種子 其實都不需要 只要我們留幾粒種子 這個果實裡面的種子 留在它 明年三四月再播放 一樣可以種第二層的落神花 即是果實裡面 已經有落神花的種子 是啊 都有多少度 是啊 其實一粒成熟的種子 一成熟的果實 它裡面有三十多粒的種子 都可以種很多 多子多酸 香港人身悶壓力這麼大 在家中種一下盆栽 可以給自己一個機會靜下來 加上看著綠色的植物 能夠令人精神放鬆 最重要是可以將自己的心機 變成食材再放入土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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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十到十一月 就是洛神花的盛產期 這種植物可以用來泡茶、做甜品之餘 還可以用它來做果醬 那就不怕一次過用不完 取雜了的洛神花 未必可以一次過吃完 我們可以把它製成果醬 其實難不難做呢 不難的 其實我們收採花枝後洗乾淨 然後把花枝撕碎或切碎 撕碎之後 這樣可以放在這裡 我們做一個350毫升的果醬 大約用四十多粒的花岳碎 然後把這些花岳碎倒進鍋裡 是 倒進鍋裡 那跟小朋友一起做都非常適合 是 可以的 我們把洛神花碎放進鍋裡 然後加三分之一的水 然後開火 大約煮兩、三分鐘之後 它的熱力就會釋放出來 就會融化那些花岳 花岳就會釋出果膠 我們開始攪拌了 不斷攪拌,徹底攪拌 像我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果膠 好像一些張狀的物體 慢慢走出來 煮了幾分鐘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 煮了七、八成 大部分的花岳都融化了 變成一些張狀的物體 好,這段時間我們開始加糖了 一個350毫升的份量 我們大概加八湯匙糖 我們可以一次過放進去 好,接著不斷攪拌 令糖溶化,完全溶化 不斷攪拌 果醬是否要趁熱倒進玻璃瓶裡 對,要趁熱 現在我倒給大家看看 好 將它脆脆的 有否說倒進玻璃瓶後 可以保持多久 倒進玻璃瓶後 放在室溫兩、三個小時後 可以放在冰箱裡 可以保持三至六個月 有效 倒進玻璃瓶後 然後馬上拿回器皿蓋 然後馬上倒轉 其實這個作用就是幫助殺菌 令蓋子也能清潔、乾淨、衛生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放涼後就可以冷 然後就可以用了 對 果醬可以用來做早餐吃 甚至乎吃下午茶時 可以塗餅乾也可以 對 但原來做晚餐也可以 這樣就交給你了,Kanis Kanis 是 我拿了一瓶洛神花醬回來給你 但我以為只可以用來塗麵包 煮菜真的可以 真的可以 其實所有醬 加少許東西都可以做一個菜 今天用洛神花醬 做洛神花醬煮豬腩肉 本身洛神花醬甜甜酸酸 那你吃豬腩肉的時候就沒那麼濃 對,那我們需要什麼材料呢 材料有 豬腩肉、蒜頭、日本南瓜 芥末子醬、洛神花醬 檸檬汁、月桂葉、啤酒、水 麵粉、鹽、黑胡椒、糖 肉需要醃嗎 肉不用醃 最重要是先把油燒 好,然後加豬腩肉 是 先煎一煎 是否讓肉的油份逼出來 對 讓它更加熱 對 可以先用大火 然後剛才你問我需要醃 現在我們放鹽 對 然後黑胡椒 對 保持大火 是 現在可以翻翻 不用醃也不錯 對 對,不用 因為待會我們也要煮一段時間 是 所以味道會剛好 不用特別醃了 這個 明白 好,現在你看到有少許金黃色 是 是 不過我現在會加些麵粉 那些麵粉 我們就少少放進去 其實為何加麵粉 我們想做少許稠身的效果 即是稍後醃 因為如果稍後再加進去 就會起一粒粒 好嗎 現在就可以順手加進去 順手封一封豬肉 現在我先加蒜蘭 可以爆一下 好,然後開著大火 是 先放啤酒 是 讓我煮一煮 讓酒精略略揮發 不錯,喝不完啤酒 又可以用來煮菜 對 有些… 例如冷一點 有些人會加強一點的酒 即是加威士忌去煮 這麼厲害 穿著火 對 如果喝不到酒的朋友 不加這道菜可以嗎 加完水也可以 好,明白 但少了一些特色 現在我加了月桂葉 然後就加神花醬 是 現在已經加了 原來要 是,可以加了 其實看你自己煮的 下神花醬 酸酸甜甜 去調校 如果你本身煮得比較甜 待會檸檬汁會多加一點 好 然後有芥末子 好 然後加少許檸檬汁 我們加上水 是 對了 然後看到醬汁煮了 我們就加上蓋子 好 我們調校一個小火 大約煮五十分鐘 先炆軟的肉 我以為應該早上加藍瓜 但原來現在才要加,對嗎 對 因為之前我們要先炆一小時 然後再加藍瓜 好,現在我們加藍瓜 再炆軟 大約十五分鐘 是 看你本身的藍瓜買什麼 是 日本藍瓜會比較快 Kandice 是 我發現你一直沒有下糖 你不怕下神花醬會酸嗎 其實下神花醬 看你買回來 有甜有酸 你可以試味 是 其實還有多一個 我用了日本藍瓜 基本上很夠甜味 不過最重要是要試味 試味後再加糖 會比較好 嗯 但現在我還是要加少許糖 是 調味 然後我們就 嗯 把糖煮熟 是 然後我們就可以關火了 嗯 上碟 是 剛才你有提及過用日本藍瓜 是 如果普通就這樣 就是平時可能在街市買到 未必一定是日本過來的 是 其實會不會影響多些甜味呢 其實如果你用街市買的藍瓜 甜味是沒那麼夠的 嗯 如果你真的想甜一點 日本藍瓜會比較好 那如果你說買本地的藍瓜 其實也可以加糖做調味 嗯 又或者用番薯去做這個菜 也可以的 這個番薯也可以的 嗯 那現在就可以上碟了 終於都完成了這一道 駱臣花醬煮豬腩肉了 那大家也可以趁著10月和11月 這個駱臣花的盛產期 去試試這一道菜式 冷藍瓜